來,我們要怎麼做,你結合是整個戰艦來 要讓你做,這樣是不用怎麼做 所以齁 反正文化的台西議員就說 欸,到底有什麼國際法的書 他議員就這個《萬國公法》 結果他就是,欸,看法之後 我們是一個小國家,我們如果 根據《萬國公法》的程序 讓日本變成一個主權的國家 我們會被人家變成殖民地 會被人家佔領,會被人家分割 我們要跟這個人的努力 結果,這個《萬國公法》他就開始 開始去尋求 尋求這個答案 因為他的裡面 也傳到日本的地方 那《萬國公法》比較有資金明治憲法 結果《萬國公法》他為什麼會有 他還說,本舍有錢 他以前他也是在做這個 海運 他不在做海運 那就是他這個尋求 一個邀請外國尋求 那下落 那移求 那下落的時候他還說 那個外國尋求 他接吃四四啊 說如果你 叫我來那樣 une zug 還是怎麼對 結果他就是 根據《萬國公法》 他上告這個國際法庭 結果有國際法庭 結果就判斥 判你說他:「賀鄂買外國尋愛的ぁ 一筆很大的錢 所以那個法國人 他早就說 我們小國家也有法律可以幫助我們的 像我們小國家就是 就是都要有大國 有一個法律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這個萬國公法 這個國際戰爭法裡面有什麼 第四公約 日內法和平條約 國際紅十字會總章程 美國陸軍戰場所策編會 美國最高法院有關戰爭法令 這就是國際戰爭法 國際戰爭法它不是一本書而已 它是這五本 一起的綜合 這就是國際戰爭法 它不是只有一個人而已 所以這個教練我們大家有學會 韓正勤援 他這個人主角 我稍微說一下 他這個人主角 是屬於那種 共產國家 就變成說 裡面有內戰 有內戰 如果有一天 他就是 他爸爸要過身以前 他爸爸有一個 有一個興趣的 一樣收集這種 爵士樂 樂團的名片 這個 就是這個 他整個樂團 裡面 組成人員都這種二十幾個 他就是 怕一張 爸爸怕一張 他爸爸要過身 以前 他說 我的願望 樂團達成 他就來 他就說 好 我幫你找 幫你找這個樂團 這個人 我幫你做主 你可以安心去世 所以有一個天 他在看過 過六甘年後 有一天 在看過 說 欸 看到這個樂團 結果 在美國紐約 他就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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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你的國家 成員 政變 原本的政府 被人家推翻了 所以 你變成 五國籍 你也不能回 因為你國家內戰 沒遺疑 還是國家 所以 你又不能進去 我們美國 所以 這人很快 他就 等到美國機場 沒有 他就去拍一個 空中小姐 談戀人 我不是在說他談戀愛 我在說 有一天啊 我們民政府 起來 拿開始執政 你如果在外國出口 你拿著中華民國務照 咦? 我們出國的聲音 你看 去年 還是今年年初 去年年底 一些人在垢牙 或是外國在做電視詐騙 有一些人問是誰去中國 咦? 你拿中國的務照 中國的務照 你站起來 人家的代表是TWN 你如果TWN 你去上網去查 他是什麼 中國台灣神 他是屬於你是中國的人 你就拿這個 這個 中華民國務照 你是屬於中國人 所以你 你出國的時候 你說我帶來台灣 你阿妹 你不要證明你一年 你會給我 你就是 中國 你如果有錢 你就是中國人 所以你如果 台灣民政委的身份證 你根本沒有辦法證明你是台灣人 甚至你拿出你的錢 你的錢上面是寫什麼 不是台灣銀行 是中華民國的中央銀行 所以 對你的錢 你全身上下 你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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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錢 你為什麼 所有人都是中國人 你沒有證明你 你是本土台灣人 唯有 你如果 把我們政府 身份證明 你可以證明你 是本土台灣人 我們來看 中華人說 台灣自古以來 是中國的領土 的一部分 我們 你上課 怎麼是 什麼 什麼 台灣自古以來 是中國的領土 真的是這樣 我們來看 我們的DNA的血緣 我們的DNA的血緣 你看看 這 N174 我們一對 在整個州 這裡出來了 整個州 這裡出來了 就去這個 這個半島 這裡 到這個 印度這裡 緬甸 越南 這裡 到台灣 然後 日本 韓國 到中國 所以 你看 怎麼 有 是從中國接到來 沒有 我們的 血統是從 出於 南島 裏去接到來 所以 我們的血統和 中國人的血統 完全不一樣 唯一一樣 是 什麼 世界在移民過來 就是 1945年 到1949年之間 才會 中國人 才會 難民過來 這邊量比較多 哦 換個字 換個字 從台灣渡海 進行沖繩群島 為了驗證上理論 日本科學家 嘗試搭船走 沖繩路線 這條路線會分成 兩個精準測試 先完成從 雲南國島到西班島航 明年夏天 將嘗試從台灣到 雲南國島 科學家表示 其中沒有任何的資訊 顯示 當時人類裡 以木頭製船 以認為 竹木板反過 黑潮 結果他們認為 竹仙應該是 以草製船土海 為了當天上 任務跟貼近當時的情況 後續在於 雲南國島島 從政部長的水深植物長 黃湘湖 廣造南美洞湖地區 仍有人製作 使用的草船 作為兩招 事業草船 這超過六公尺層的草船 在這七個人 周日下午 近七點的時候 從雲南國島出發 基本上是靠太陽 和星星來決定方向 其中因為海流 變化的戰品航行 遭遇到隨行船上凶行 直到中間 早五點多 才恢復 在十一點的時候 抵達沖省西表島 這段路線 總長為75公里 今天這群演奏團隊 將計畫從台灣 華盛美納古島 總長為100公里 將夜任 日本的祖先 是否能穿越 黑潮抵達目的地 國際中心送過來的報 好 所以 台灣的M174 可以證明 我們這個理論 你要看 台灣 中國公里 有幾年來就屬 五千年了 不過 在我們 基隆的 一個島嶼 色寮島 和平島 出土的 出土的 泰國 石碑的 台北 齊碑屬 蝙蝠文體 連帶於 橫山漁王 居鍋裏文體 應在五千年以前 顯示台灣歷史文化 約有六千年至一萬兩千年以上 這個文體就是 太古經文 就是 甲骨文的始祖 那就是說 中國 從台北來 從台北這麼過 不是 中國人 我們 林瑪麗醫師 他也是在說 他們有不同的學歷 所以我們 中國人是不一樣的 台灣族 洋野族 菲律賓 塔洛嘉雲 印尼圖 菲律賓 沙摩亞雲 東嘉雲 大溪地 夏威夷 沙摩亞雲 東嘉雲 富國島 夏威夷 沙摩亞雲 劉西蘭的毛利益 等 有 數字一到十很明顯的相關之處 那就是 表示說 我們整個 這個人都有事這麼過 所有都跟我們觀念 有一個 我以前說這個 故事的時候 有一個童心 就在說 這個 揚美族 他說揚美族的 那些人 做那些鑽子 去 這個 匪志家 去匪志家 去那個 那個鑽子 做生意就對了 結果 我們亞美族的語言 他們直接說 他說 他說 你怎麼這麼說的 他說 我不知道 他怎麼這麼說的 我就聽說 所以 那個語言 都有相框 我們看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總共有27個部落 27個部落 在我們台灣 沒有一個統一的政府 來組成一個國家 所以 我們是屬於部落型態 這個部落型態 比國際法上 他是屬於 殖民地的性質 的領土 因為沒有一個統一 所以 我們很不慘 我們台灣 台灣 很不一樣 沒有這個國家觀念 所以 沒有一個 較優的組 把所有台灣這個組 全部統一 所以我們台灣措施 改變了 這支人的機會 很多原因 我們都措施掉 不過了解 在這個 封城秀吉的高三國 想要處理的地方 封城秀吉高三國 造立文書 封城秀吉派遣使者 前往台灣 當時日本稱為高三國 要求納共所攜帶的 御令文書 但是因為當時的使者 找不到可以傳遞文書 給高三國的人 而得不到藥 所以 日本人來的時 他們 國體和政體 他們是分離的 他們有一個國體 就是 天皇 代表國體 所有的主權 都是他們 然後 他下班的政 所以 他來找台灣的時間 他也是 用這個方式 說 你怎麼有一個人 管理整個台灣的 統一的人 統一的人 今天他來的 所以 台灣當時 真的是 不是一個 國家 所以他也是 有一個 有一個制度 統一的制度 來到 在這個荷蘭人的時 你看 荷蘭人 這個 粉紅色的 紫色的 這個 大陸王國 有些人都想想 台灣大陸王國想想看 不是一個國家 你看這個大陸王國 他也是在 台中這裡 他也沒有 這是我們當台灣人來的所長 他也沒有整個統一 他也很有 他擁有 這個 河蘭人 一看他到大陸王國 他在河田 他要再坐船過去 結果 這個海 不是你在說 這裡 這裡的溫和 不是這裡的溫和 所以他也是 到這邊而已 這個 北部 這裡就是西班牙 會帶你去 結果 河蘭人 這裡的聲音也沒有 整個台灣統一 中華人經常說 我住在這裡 很久 有人住在這裡 這個土地就是我的 有些人說 台灣南部是河蘭人 河蘭人也有說 你台灣南部是我的 因為我在這裡的統領 也沒有 有些人說 你台灣是我的 自古以來 看見他跟泡風說 自古以來 所以河蘭人來台灣西班 他來台灣西班 他來台灣西班 台灣南部是自古以來 就是中國人 想要 河蘭人來的時候 他用什麼 羅馬拼音 波羅利尼 寫成西拉雅族的蘋果語 他不少用翻譯 不翻譯中文變成河蘭語 他翻譯西拉雅族的語言 蘋果人與漢人之間的契約 他也是 用翻譯語 他也沒有寫漢語 不過羅馬 羅馬請來 他來這裡統領的時代 他有什麼漢語 不過他漢語的旁邊 也有什麼翻譯語 他說什麼 他說漢語很會被人欺騙 所以我們現在用漢字 會掉落到文字的陷阱 所以用漢字的語 比較明確 我們來看這個民調 民調的時代 他的土地 也沒有台灣的 這裡有海南島 這裡有日本 也沒有台灣的 所以你看 從民調開始 他沒有台灣的 從事故以來 台灣就是中國的部分 你要對大家看 對不對 我們來看鄭成功 他說 他的軍隊影響是這個 比較淺的這個 這個顏色 跟台灣是 十字戰的區域是紅色 你要看這個 就是說 他也是到 台東這裡五門而已 他也沒有 所有 整個台灣統一 所以 所以你看 他沒有台灣統一 台灣是第五門 他也是在這裡 自己的部落 所以看這個 大清的一個 一統的字卷 台灣府 四五方府之地 不通中國 請教他就說 屬日本 他說為 紅毛荷蘭 以人所去 屬日本 那人請教他 他說 以前什麼來的 日本人 好 這個 親私中庸政 台灣地方 治苦 位屬中國 齁 請教他也說 位屬中國 不用 現在中國民國 中華民國都說 治苦他 他治苦也不 1949年 他創立1949年 很早 這樣的話 鄭層公里 很可愛的地方 你如果說 台灣 是屬於日本的 我在說 鄭層公里 是第一個流亡難民 他是第一個流亡 你看明朝 他是明朝 他是明朝的 其實他不是明朝 他是 他媽媽是我們 他媽媽是 中華給他插 中華給他插 大部分那個 海盜都是 無國籍 所以無國籍跟有國籍 在一起跟著有國籍 但是 他都對得到 那麼多人 他也是 真正觀看 他也是得到 他現在 在這個 中國的 所在也在抢劫 中國的 民朝的 政府 對他 沒辦法 所以我把他降伏 降伏變成 他還要歸順 他歸順著 民朝的人 去吃民朝的官員 要歸順著 給他 官職 所以你看明朝 以末年是 1644年 鎮成功於 1662年 趕走 趕走這個荷蘭文 這個 清朝 1944年 十月 所以你說 以前說 他帶來台灣的時候 他是第一個 中國領王難民 在這裡 台灣還沒有確定 本來 我是這樣說 如果 按照 中國的 觀念來講 他應該是第一個 就是 民朝的 我們想要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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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 這個 平衡組的 不是說 是 這是 比較私信政策 台灣 通知 這個 錢隆 23年 令歸 負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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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辯子 並私信 要改用漢民 私信令一出 雍正八年 歸貧 有60萬 立即改用漢的姓名 血統隨信 接到 中國的祖父 錢隆48年 歸貧 人數增加 私信為91萬 血統到外 這 真的血統到外 那時候 你只要這樣說 整個 台灣的 人口 兩百多萬 而已 91萬人 他就 市信 他就變成 變成 變成 就不成了 我看到 都不成了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 這個 就不成了 我好像在後面說 你如果 歸順 清朝的誰 你提人就不成了 你還滿 好 什麼好處 我這樣說 這就是 你如果沒有教育 這樣 的時候 你就要斬首 所以他們法律也是 蠻嚴格的 對我們的手法 然後 我們來到 中華民國 我們原本是 日本統計的 誰有的 都變成 日本生 為什麼 現在變成 中國生 就是 中國 中華民國來的 市長 他還有頒布 台灣 台灣人民 回復原有 性民辦法 他把所有的人 變成 這個 這個 百家信 他這個 恢復性民 這很離譜 這高山主的 高山主的 地區 有的甚至說 阿伯 阿傑 他們兩人都阿倫 他們的性會 不一樣 他這就是這樣 因為 因為 你主要看 他這是用 血統隨性 接到中國祖父 所以 把你慣性的時候 他就說 你 像我小禮 你就是 無限 張座來的 都嚇來的 阿你這就 整個都是 阿其實 你如果真的 去那邊的事 你知道嗎 不一定說 整個性民 就堆出來 他就是 黑白給你照 這應該就是 給你講 你就是堆鞋來的 這就是 讓你有認同感 阿 而且千少爺 他在這裡 兩百幾年 所以 整個 平骨族的 都 都受到影響 那種這個 概念 海禁是 皇帝的命令 官員 我們說海禁 吼 以前 我們不會用現在 交通的方式去看 以前 現在的交通方式很快 你就只要 像那個 我們現在的 孫子都比較高 不怕海運 因為以前 你如果從 中國要坐船出來 不一定 你整支船 到台灣就會完好 他的海運很多 你看 那個 那個 中國要政府 鄭成功的時候 他先 他先去 找什麼 私人 私人 以前是鄭成功的部下 因為鄭成功 他的 母 母 一些政策 他得罪私人 所以私人 你投靠清朝 他投靠清朝 清朝 清朝 剛才利用這個 市長 因為市長 他是海軍 他知道這個 台灣海峽 有一個 路線 你不是說 你對 建國要這樣 就不可以了 他有一個路線 那個路線 只有市長知道而已 所以你可以讓 整個過來 打 台灣的 政策 所以 你看 這個路線 不是普通人說 你用船子 要擠過來 這樣不行 他要有這個海禁 所以你說 你說台灣也是很困難 清廷海禁 防漢者 除力絕 會走 大清律 第225條 規定 他也是禁止 漢漢通分 所以 清廷海禁 他也是 禁止漢漢通分 所以 你如果注意看 我們以前 台灣有一個 演員說 我們 當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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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你來這邊 是不能通分的 所以 你來的 像是樓漢卡 誰對樓漢卡 因為你看 那個 他來的 那個 中國人 他來台灣 沒有所謂的 他都住在那裡 廟 廟裡有18樓漢 在廟裡 那18樓漢 你會在那裡 所以 統稱就是 樓漢卡 樓漢腳下 那些人就是 樓漢卡 那就是在說 這些 這些 這些中國人 我們就看 這個 為什麼 我們 為什麼 這個 四姓 台灣人 來的 這些評伍廠 是九十歲的 比較多 那些 漫畫 這個 生番 就是 漫畫教前的 這生番 手番就是 漫畫教生 如何偏極 那兩 印材 不過 你出來看 不管如何被漫畫 也是當成番 這個番 是什麼 外國人 他以前這個青條 他們沒有 沒有這個外國的資源 他跟外國人的東西都公關 所以 哪有什麼 蚊子 蚊子 還是什麼 番茄 都 再一個搬進去 這個高三族 高三族就是 大正十二年 1923年 東英太子 這個昭和天皇來打 認為番人有歧視之意 稱為 高三族 貧虎族 就是 昭和十年 1923年 台灣九都府的 戶籍 戶口調查規定 他所謂為 貧虎族 這就是 我們那個 所以 你看 黃太子 他覺得 想要看 他的國民是 是蠻族 所以 他就變成 這個高三族 這個馬英九 我把你當門看 對這 高三族 差很多 所以 這個清廟 他來台灣 統治的時代 他也是跟他 一國文而已 他變成一國文 他沒有整個 整個統一 他也是這邊 這是屬於 一封殖民地 你殖民地 這個就是拓殖地 剛在拓殖的地方 殖民地 是說 你整個都已經 開發了 你如果不統一 這就是殖民地 不過你看 一半而已 這個就是拓殖地 如果島上沒有一個統一 統治全島 而可以宣示主權的政府 不擁有 true safety 這就是我們 本土台人 在這個 第一場 比較智慧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外 開設這張 剛才的這張 我們來先看 這個大日本帝國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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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權力 日本天皇皇 天皇皇室千秋萬世 是日本帝國的十字領袖 自日本主權的象徵擁有者 天皇代表日本主權 而日本主權以天皇為象徵 天皇有權力宣戰購合及簽定條約 所以你要注意看這個天皇 會讓人處理宣戰 簽條約都不是什麼 都是天皇 絕對不是政府 都是天皇他授權 給政府去處理一些事情 最主要他的權力來源就是天皇 所以我們來注意看這個 大日本帝國天皇 他跟中國簽定下方條約 然後在1945年4月1號 明治憲法實施 台灣成為日本天皇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時候台灣人民 他變成大日本帝國皇民 我們來看這個假武戰爭 我們看這個假武戰爭 它是什麼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和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兩個所簽的合約 像這個合約的時間 他怎麼 他把下面的東西 永久靈寧日本 什麼東西 就是台灣全島籍所有的部署 各式上島嶺 澎湖列島 這個 所以他跟什麼 台灣和澎湖 這些列島和部署的島 都是怎麼 永久都讓你給日本 這個 相當很清楚 永久靈寧 那 我剛才有說過 有兩個時間 你可以選擇你的國籍 你如果想要做日本天皇 你可以買你的財產 不過老闆 你如果 沒力了 你住在這裡 你就是四位皇民 四位而已 你注意看 他也沒有說來 像我剛才沒有來的 直接來的 變得說你是恢復國庭 剛才我剛才看 大清的時候 他就說什麼 台灣是屬日本 他也沒有這麼講 他是一千兆法律 他剛開始只是四位 所以日本人 他來台灣的時候 他就開始有建設 這個來陸西典 他是第三任總督 他來接的時候 說台灣的財產是有賣 在辦公的時候 外國有的人 大清的什麼 就說我們在抗爭 反正是 南部西典以前 他們是對台灣人民 屬於 用那個高壓 所以 這個國民黨 他也是用 南部西典以前的 高壓做出來 你看 日本人也在台灣人 其實 其實 清朝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 發展就是 他要把台灣賣 住的時候 我跟台灣人說 他沒有講 他沒有講 台灣人 不知道 他要打廟參選的 日本人來接的時候 拜託 你整個裡面 也沒有 整個都 規模 你也沒有講 跟台灣 去掛 日本人 你都沒有什麼法 你都沒有 先叫日本人來 當然 大家人家 直接去清朝 關閥時 現在叫那個 日本人 很丁重的人 他們的民族很用心很謹慎 你來這裡看到這個中國人 所搞出來教你當然不會 你本人看了不會 看日本人就不會 就抗爭 那可以一時 這個中國政府 你就知道 軍隊都一定很嚴格 說一就一說二就二 所以你看當年當然 如果有抗爭的事 當然也是多少少都會 死傷 這是難免的 不過我覺得 你大清立也有幾一半的責任 如果他到這個俄裕元泰朗的時間 俄裕元泰朗他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軍事將軍 不過他很不贏 他拿這個厚藤新民來做民政長官 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交 要找這個厚藤新民 這個厚藤新民來的時候 他覺得 你如果用奶昆西原依情 如何對台灣人 有 台灣人一直跟日本人 一直變成 四處 一直 一直 不會 像我們日本人 所以厚藤新民 用柔和政策 開始 開始施行他的法律 那就是 右三法 要來三一法 要來法三號 要怎麼施行 一些對台政策 像 對台灣開始有建設 像我們現在看到 交通 警政啊 學校啊 水利啊 農業啊 商業 都 好人新民 來 到我們政史 到我們政史 還在享受利用的福利 像鐵路 鐵路 以前是 對雞人到新增100公里 他要買 後人新民 他還在 從修 他說 雖然 青條 做了一個 雞人到新增 還不通 威脫 山 山 比較土俏 也要到 撒車 撒車 所以後人新民 還可以 他的 鐵路的品質 這樣不好 他還能用 對台灣 南北半島 還是 所以現在 現在有些 享受的福利 像我們的醫療 像我們的醫療 這也是 獲勝市民運用的 他說 台灣的運力 太多 因為我們 來這裡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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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 跟我們 使商 跟台灣人 抗爭的使商 各位數 不過他在這裡 運力 是百位數 他說 他說 而且 德文還會死掉 他說 在這裡 太嚴重了 所以這個 南北西點 他的 社會議 跟國會說 說台灣 這個地方 不好 這個文藝 跟人很難 看 我們賣掉 賣法國 當時說 賣法國 這個 鵝魚元 他就要 他早養給他 拿著 我們不容易拿到台灣 不能這樣 他要建設 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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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你來用 然後 這個 這 南北西點 跟台灣 說 台灣的狀況 你說 台灣很像 一家 你 投的好 不要騎 然後又要跑 他知道這個是好嗎 可是他不會騎 然後又被踢 所以 吉利是要把他賣掉 不過 不過 這個過程的新品 他的 改變 你看 這個 日本去政府 中國鄉 幾年 幾年 他就 整個中國 整個政府下來 不過你看看 政府我們的高砂族 1905年到1915年 十五 十年的時間 你看 他像中國 中國 國民黨 你看 228 事件很快 幾個月 台灣人 外交抗戰時 掛白色恐怖 我們台灣很永遠 支出228 你看 這個 羅伯政策的事 所以 雖然有 有些抗爭 因為 畢竟你土地 雖然有人說 你土地要 歸 新給政府 然後再分配出去 他不要 所以 多少有抗爭 所以有些什麼 污色事件 或是 賺得惡巴來 就跟其中事件 那是難免的 你要注意發言 你本來有什麼 就是 你所有的地主 你先 哪個國有 然後再分配給你 這就是他們的 所以 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把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我們已經讓 附政事務所 請我們 1945年9月2日以前的戶籍 戶籍 戶籍叫做一個 種族籃 種族籃才有些 一些東西 我來介紹這些東西 這個種族籃 既有 有福、廣、首品 其實這個是 你所說的語的分類 不是說 福就是從福建來的 廣就是廣東來的 這不是 你如果我們福跟廣就是 說台語、客語 但已經不會說 族語的滿話、首翻 這就是 平骨族 那你若熟跟平 會說平骨族語的平地 那你如果說 身行刀 會說 刀鯊語的刀山人 內 內地日本人 清國 知 你什麼知行中 開始知納離國 這個滿的 滿洲國 朝就是朝鮮 寄留的 知納國無建管 通過其他國籍以外的移民 中國人戶籍在中國 所以只能 寄留戶籍在台灣 寄留 這就是我們 去申請這個 戶籍的成本 這個中國人 裡面的意思 是 台灣彭埔在1922年2月6號 有關 太平洋的日美英法裔 成立的五國條約 而6月22日在 豪盛頓簽署的海軍軍被限制條約 上述兩條約中 台灣彭埔被略搶明文 正式承認為日本領土 我們在這裡 外國就覺得 台灣的彭埔是原因 所以 這個 這個 衛生的問題 這個 這個 郭文詩平 他知道衛生的問題 第一個改革就是什麼 水的問題 如果水 你看看 政府有大地震 大地震 就全台湖當時 我像我南部 整禮拜 三禮拜都沒有水難吃 我的衛生過敗 你 你看 你吃一頓飯 你隔一頓飯 你隔一頓飯 就糟糕了 那就是 傳染病的發源 所以 日本人來的時候 水 沒有改革的時候 你瘟疫就要幫我解決 所以就還是下水道 這個下水道 水源的供應 那他就是 你有打瓶是怎樣 開會給台灣人 台灣人 你對這個 這個幫我自己 會打瓶 還有很多人會打瓶 所以 你台灣人 你研究 你的朋友 在這邊研究 可以減少資源 你家裡的人 沒有幫我自己 又打瓶 又送回你 所以 他在這裡設立那個 台北帝國大學 台灣大學 也有設立這個醫學院 我們來看這個東西 他台灣 你如果說 日本 都在殖民地的 他一定會把你教育 不過他就是 想要把你變成 他的人民 他的內地 他的保育 所以他整個 對人民 開始實施交易 你看到1943年的時代 受教育的人 95% 女生有90% 平均是92.95% 這整個教育 現在教育要差不多了 你也想說 這個教育 好像很平常 你有注意 在看那個電影 電影在哪裡 正出角 真的沒有那個 美國的哲學 那個哲學 那個哲學 他都沒有 沒有特例的 那個飛行員 結果他就是 不認識字 結果不認識字 他不認識字 要怎麼看 那個 在做實力檢查 像那個ABC 他不會分別 所以你從那裡看 你就知道 他們 美國 看你 富強的國家 他們也不適合 每個人都有受教育 所以你看這個 日本人 對台灣人的受教育程度 這個 整個教育 整個教育來講 是很高的 在於 這個 醫院 排查醫院 所以 你看 在日本 日本 他對 台灣人的教育 你看看 這個 諾貝爾獎 日本 幾個 很多 台灣人 有一個 李遠哲 李遠哲 他不是 中華 那是 日本教育出來的 所以 另外 中國 中國 美國在看他 教育我們台灣人 只有李遠哲 以外 沒有委員 沒有人 得到 沒有獎 不過 我們在 學校 同班 不是 都一種 自由班 都沒有自由班 以前的自由班 到底沒有去 咦 為什麼 這些自由班 醫療人改 可以 拿 那個 沒有獎的 資格 為什麼這些 自由班的學生 不見了 這就是 我們 要看 那後 歐美養成 學前 生活管理 幼稚園西藏 小學生就是環境探索 國中就是 早巡 方向早巡 高中就是 深海抉擇 大學的 器樂 食物能力的培養 台灣 學前 外語能力 這有 不過 我現在外語能力 你如果在這個環境中 沒有跟你講話 你隨便一起 我們 有時候 我們在看電視 你聽聽聽聽 沒有那個環境 你聽了 等一下就忘記了 所以 這個 這個學前 你如果沒有 一致 過來的時代 到那種環境的時代 我覺得 這是 浪費錢而已 真的是 小學 還是高中 大學 讀書考試 好 所以你看看 我們小學 國中的家的 只有班學生 到大學 都班下去了 也可以畢業就好 社會其實 我們都在大學 我們在 慢慢來的時候 到大學 開始可以 可以用 另外大學 好像四年 才可以用這些東西 差很多 這個法體 也是 在 加南大學 把我們台灣 一年一收 變一年三收 還是四收 所以 日本人 他 在台灣 什麼時候 才會 越來越有壓心 因為他發覺到 我糧食不缺 因為 其實 也不是野心 野心 是這個 日本人在說 日本人 其實 大東亞共融圈 他是整個 是要把外國殖民地趕出去 如果注意到 他都向外國 跟這些 那些 中國 是滿洲 緬甸 越南 他們都有簽合約 簽合約就是 我幫你 合作 我幫助你 把外國趕出去 然後 再你當地成立民政府 然後 建立民政府之後 你會獨立 連發越南 越南那個 那個 那個 胡志明 他想要 都要向越南獨立 他知道 他知道這個 國際法 所以 所以 日本撤退了 跨國撤退了 想越南的成立民政府 要 都要外國 外國才承認了 所以這就是 一些 你知道 很華麗 你就知道 怎麼去決定 我們該走的路 這就是 那個高中生 學習的鐵道工廠 這敵人是很高科技的東西 這個鐵路 鐵路修組 縱斷線 18 980到19 080 400多公里 這幾檔 得了 十檔 十檔 我們現在有 人家 本來 來這裡 來這裡 用的時候 1908年 就走了 灌通了 這給路 這個 唐烈支付 這個 這個很厲害 新渡 渡 他本來 他在美國 留學 接著 這個 浩泉支付 都來 台灣 有很好的 留下來 唐葉 這唐葉 以前也是 河南人 留下來 那一陣子 就是 他說 你去 找我 去研究 唐葉發展 這樣 你把他們的技術 帶來台灣 新渡護照 你不要去 之後 我先來看 台灣的狀況 那個 後來新聞 他說 你不用看 你就直接把 那個東西 直接施行 他說 你看了 看了台灣的東西 你如果 你比較要寫 要寫 你的計畫書 你會寫不出來 你直接就 看到什麼 就學什麼 就直接放下來 所以 所以 在這個 新度 附渡照 也不會 改成台灣的 農業 你知道嗎 每年台灣是 3萬噸 到 後藤新平 末期 台灣是 6萬噸 到 1937年 35、36、37 那時候 到 120萬噸 到 末期 19 那時候 就超過 150萬噸 所以 所以 你看 什麼日本人愛吃糖 這是日本人嗎 如果 你看他們的文獻 他們的 總收入的3分之1都在賺糖 日本人 都愛吃糖 所以他們的糖 對他們很有用 所以 台灣變成 變成金雞母 他不僅 可以供給他們 日本的所需 可以讓別人外國 這是糖業 那就是糖業 糖豆瓶都走在哪裡 他 在我面前來的時候 上面 那個 那個 上海 剛剛 通貨膨脹 剛剛 希望說 有一包就是 糖糖豆瓶 這個 我們的 儲存 我等一下 說 一些這樣的婚姻 有時間不夠的 這 這是1910年 台灣銀行 台南之店 你看看 他們 零器的房子都很漂亮 對不對 很漂亮 這是菜雞仔 菜雞仔 早上五五百 你看看 這很漂亮 很漂亮 這 這菜雞仔 到哪裡 都變成了 這本來是這樣子 來變成這樣 現在 差很多 這是 你如果在台灣 台南 要找到什麼 你看這 一出門口 就有這個建築物 它原來是 台灣日報 是這樣 很漂亮 現在變成這樣 這是 台南遊客局 很漂亮 現在變成這樣 都沒有什麼 其實它這個保留下來 當國務館也好 那是怎麼看 日本時代都有這麼的建築物 就是日本人 他覺得 他以前有維新政策 日本人雖然有維新政策 不過他們人 說要直接 要換外國的建築方式 他們很不習慣 所以他們把這些頂尖的設計高手 都調到台灣的設計 台灣所謂 有很多好的東西 像總統府 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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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是 所以 1935年的時候 他們覺得 我跟台灣 所有人 做交易 建築也不錯 他要把世界 挑戰一下 你看 我這個殖民地 他就是在變我的領土 要令人生意 總統府 選擇選擇 國展會 然後 1935年9月 在台灣環境法 運動 總統府 就個小林七趟 1941年內地延伸 1945年4月1日 也頒布 日本平方頒布招宗 那台灣發生什麼事情 這就是招宗 大日本帝国名字献好在台湾史诗 来正式成为大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领土 这个很重要 我们来看 1945年4月1号 日本天宏昭书故与台湾和澎湖人民日本国籍 在此之前台湾人民没有国籍 即使在大清帝国占据管理的台湾西部台本人民也一样是无国籍 也就是说自有人类以来 台本人民于1945年4月1号开始有国籍 这样的重要的是在台湾本土台湾有参政权和参战权 我们以前有这个殖民地的时代 他没有这个权利去投赛国会 不过我们开始一般务招出的时代 我们就有参政权 我们派三个参议员到五个众议员去投赛日本的国会 那如果有参政权 那如果有参政权 以前我认识 我认识是以宪兵的总部办公室在做文书 在他们当兵的年龄 不过他也是不可以拿军事 他只是做文书而已 不过他说4月1号之后 帮助招出之后 他附与军接了 他就变成军人 然后变成下士 他就变成军人 他就变成军人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以前我们要不帮助招出的时代 本土台湾人 在做日本人的 有去这边 不过我们要做文书而已 文书就是大杂的 人家出饭的 他就是不能拿武器 才会招出的时代 一般不招出的时代 他会有参战权 所以你看看 他这高杀军 就是日本人 跟我们台湾人 和的台湾出的分队 这高杀军 这高杀军 是针对这个高杀 我们现在说的原住民 这是整个台湾人的军队 都有这高杀军 40万人报导只入取1000名 那他的薪资是什么 所以现在基本薪资21900元 乘以10倍 等于20万 差不多21万左右 所以你看 以前做的分队 的薪资都很高 那时候我刚才说 我刚才来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说 他本人说 他在这边有 你有听门吗 其实不是 真的 他在这边的时候 有很多人 你看看 1941年 美国记者白兄德 在重庆街头拍摄 备用铁链所住的 国军新兵 所以他去人 抓到这边的 是什么 在中国人 都使用的 插